把豆腐给它切成块 然后再打进去两个鸡蛋 这才是豆腐最好吃的做法 这样做的豆腐 我跟你说一个礼拜吃10次你都不会腻 我们先准备一块硬硬的嫩豆腐 给它放到案板的上面 尽量选择嫩豆腐 嫩豆腐比较的好吃 先从中间切开 一分为二 然后转过来 再把豆腐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豆腐片尽量切的薄一点点 这样的话会更加容易入味 切好以后放进碗中备用 准备一口锅 在锅中加入清水 然后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在锅中加入一勺食盐 加入食盐是为了给豆腐先入一个底味 然后把豆腐给它倒进锅中 我们把豆腐给它焯一下水 给豆腐焯水 这样能够去出豆腥味 而且焯过水的豆腐会更加的滑嫩 锅中的水再次煮开以后 煮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把豆腐给它捞出来了 捞出来的豆腐放进碗中备用 祖传的小碗拿出来 然后我们再准备三个顺产的母鸡蛋 把鸡蛋在碗上给它磕破 磕破以后把三个鸡蛋都给它打进碗中 再倒入适量的白胡椒粉去腥 然后我们再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把鸡蛋给它搅拌成鸡蛋液 搅拌好的鸡蛋 我们慢慢的都给它倒进豆腐的里面 鸡蛋倒进碗中以后 我们再轻轻的晃动一下 让豆腐上面都能够均匀的裹到一层鸡蛋液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块有肥有瘦的五花肉 有肥有瘦的才会更好吃 然后把肉皮我们给它切掉不要 我们再把肉给它切成包薄的厚片 切好以后我们再把肉给它剁一下 给它剁成稍微碎点的颗粒状 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 剁好以后放进碗中备用 我们再准备一颗红菜椒 把辣椒籽抽出来 然后把辣椒从中间切开 一分为二 我们再把辣椒给它切成稍微细点的长条 然后再把辣椒切成辣椒块 切好以后备用 再准备一颗青椒 也给它切成辣椒块 切好以后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我们给它切成葱花 葱叶我们也给它切成稍微碎点的葱花 切好以后备用 再准备三粒大蒜 我们把大蒜给它拍散 拍散以后再把大蒜给它剁成蒜末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再来一点点老抽上色 大概一汤匙的蚝油 再加入一勺白颜色的食盐 再来一勺鸡精 大概一汤匙的白糖 再来一勺五香粉或者十三香 都可以再加入一勺生粉 然后加入半碗的清水 再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备用 锅烧热 在锅中我们倒入适量的底油 油热以后 把我们的豆腐和鸡蛋都给它倒进锅中 豆腐倒进锅中以后 先不要动 把豆腐一面煎至定型以后 我们再轻轻的给它翻一个面 把豆腐的另外一面 我们也给它煎至一下 一直把豆腐给它煎至八面金黄 然后盛出来备用 锅中再倒入适量的底油 油热以后 把肉末给它倒进锅中 我们把肉末先给它煸炒一下 炒干肉末中的水分 把肉末中的香味炒出来 把肉末炒至粒粒分散的状态 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的葱花和蒜末给它 倒进锅中 再来一勺黄豆酱增加酱香味 然后炒出酱香味 把葱姜蒜末中的香味炒出来 然后再把我们调好的料汁给它倒进锅中 我们先把料汁给它煮开 煮出里面的香味 然后再把我们煎至好的豆腐给它倒进锅中 再用铲子轻轻的给它推动一下 让豆腐受热更加的均匀 然后大火煮 煮两分钟 让豆腐充分的入味 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的青红辣椒块给它放进锅中 再用铲子轻轻的给它推动一下 推动均匀 然后再煮30秒钟左右的时间 青红辣椒是可以生着吃的 所以不需要煮太长的时间 出锅前撒入葱花 然后准备个碗 把豆腐和鸡蛋给它装进碗中 这样一个轻轻松轻轻轻的豆腐鸡蛋就美味继承了 我们这样做的豆腐上面裹上了鸡蛋 吃起来特别的有营养 虽然这样做的豆腐是煎制过的 但是这样做的豆腐吃起来还是特别的鲜嫩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视频帮我们点赞和转发一下谢谢大家了明天再见拜拜